熊孩子高空抛物 屡叫不改 最后把自己给摔个屁了 我每次回家都会走小区正门 但是今天刚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一个玻璃瓶在我的脚边炸开 炸开的碎片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小命 还好只是腿被划破流了点血 我抬头一看 发现八楼的窗户上探出一个头 我记下了大概位置 马上找到了那户人家 我气愤的说道 刚才你家孩子扔了个玻璃瓶 差点砸到我 我刚才差点就被砸死了 你知道吗 熊妈说那你被砸死了吗 我说我没听错吧 您问的这是什么话 而且我的脚也被割破了 熊妈说你怎么就知道 是我家孩子扔的 你的脚说不定是在其他地方弄破的 然后来找我们额钱了吧 我说你就这么肯定 不是你家孩子干的吗 熊妈假惺惺的问了问熊孩子 没想到熊孩子一脸无辜的说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把你砸死 熊妈听后无耻的对我说 就算是我儿子干的 你又能怎么样 等你被砸死了 再托梦找我 只是脚擦破点皮 就跑到我这里来额钱了 真不要脸 随后重重的关上了门 回到家的 我是越想越气 可又没证据 只好作罢 第二天下午 熊妈让熊孩子丢个垃圾 结果这熊孩子 脱了一袋垃圾 朝楼下甩去 这次的邻居 就没这么幸运了 邻居正和朋友有说有笑 还没等进门 突然被垃圾袋砸住 垃圾袋从他的头顶炸开 邻居当场晕倒 顿时一阵恶臭扑面而来 他缓了一下才起来 此时这一幕 刚好被远处的社区人员看到 便跑过去说 走 我们去找这户人家 要个说法 随后他们来到了熊孩子家 居委会说 已经有邻居 多次反映你家孩子高空抛物了 你看这次都把这大哥 给绷成什么样子了 熊妈假装斥责了熊孩子 然后装模作样的跟邻居道了个歉 邻居虽然气愤 但也没继续追究熊孩子一家的责任 尝到甜头的熊孩子 开始变得变本加厉 过了几天 熊孩子约了几个弟兄 一起在阳台上玩耍 正玩的兴起 熊孩子从阳台上 把灭火器拆了下来 拿绳子把自己的胳膊 和灭火器绑到了一起 然后拖着灭火器跑着玩 突然熊孩子看到了楼下 刚好有行人经过 想把灭火器丢下去 看看路人的反应 只见熊孩子倒退了几步 一个助跑把灭火器甩了出去 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上 还绑着灭火器 还没反应过来 灭火器的惯性 直接把熊孩子一起带了下去 此时他的弟兄们 在八楼阳台看得目瞪口呆 其中有个弟兄还被吓得尿了裤子 由于灭火器的惯性和八楼的距离 熊孩子直接就被摔得面目全非 邻居们看到 此时熊孩子的全身 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 旁边的老大哥急忙叫来了救护车 此时的熊妈正在睡午觉 被楼下的救护车声音吵醒后 正打算下楼吃个瓜 走到楼下发现现场围满了很多人 扒开人群一看 发现是自己的孩子 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护士做了几遍心肺复苏之后 叹了口气 便说道 头都摔扁了 不用按了已经没了 准备后事吧 于是熊妈和熊孩子一起被抬进了医院 后来经过居委会调查 发现阳台少了一个灭火器 询问了熊孩子生前玩耍的几个弟兄 判定此次事故是由熊孩子自己造成的 从医院醒来的熊妈 精神已经开始恍惚 下着护士的胳膊喊道 我儿子呢 我儿子呢 于是又被推进了医院的精神科 因为熊孩子的去世导致熊妈出现应激 最后熊妈被诊断成精神障碍 后来的小区里只要出现孩子 熊妈都会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